记者詹世宏云林报道,暑假云林友好康,云林县政府推出新动云林观光护照,凭观光护照即买三个优惠店家定章,即可以199元加购建湖山世界门票,一本护照可买二张,年底前凭观光护照买建湖山世界门票,买一送一。 云林县政府为推动云林县观光,供应至5万份新动云林观光护照,在全国各高铁及台铁车站的旅客服务中心,云林的斗六、湖北、北港与草岭四大旅服中心可索取得到,也可于云林文化旅游网及漫游云林FB粉丝专页下载。 秘书长黄玉双表示,为颠覆民众对云林印象,吸引更多朋友来到云林,县服推动云林县观光游乐业与周边产业联盟一业合作式饭计划,希望极有建湖山世界及克力及慈禧效应,连接在的观光资源,并倒入游客至临近景点游玩,让游客留在云林,吸引游客二日或多日游, 活罗观光产业发展,希望极有观光护照的发行,其能带动民众游玩意愿,增加云林观光产业经济效益,全县共规划推出六条旅游行程,有湖尾唐都偶以湖尾,逗六散步寻味去,林内田园旅游去,西罗米匠小镇玩透透, 古坑草岭山中岁月书火行及水林,口湖及北港来去吹海风微旅行等都是观光护照内特色游程, 新栋云林观光护照中针对台湾好行,台湾官吧等交通工具,推荐景点,在地节庆等都有完整介绍, 同时也促成产业一页合作,推出一日体验套票,更往罗云林75家特约商店推出优惠, 凭护照想消费优惠,观光护照即买三个优惠店家店章, 暑假期间可以199元优惠价加购建湖山世界门票,每本护照可买二张, 台湾好行一日票根可加购399元建湖山世界门票。